今天我们要来看的这套房子是一套20万左右区间的新房子 这种房子非常的抢手 其实不用说新房子了 就算是二手房 就是十几万二十万左右区间也都卖的特别的快 这个新房子的地理位置也非常的方便 它位于市中心位于上城区还是位于这个医学中心都很近 所以这个地方价位又便宜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的抢手 当然了这种价位区间的区域不会太好 就说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区域 可是投资来讲的话是非常棒的一个选择 既是新房子价位又不高 租金回报率就会比较好 现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如果您对搜多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JJ 我们现在看房子咯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的售价是二十一万九千美金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房的性质 这个整个小区卖的都特别好 现在还剩下十二套房子可以卖了 我今天拍的这一套其实也是已经卖掉了的 但是这个房子因为它没有现房可以拍 所以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刚卖掉的这一套是什么样的感觉 二十一万九千美金 两千二百多个square fee 然后四个卧室 一进门就这样的一个感觉 这个地税还是比较低的 一年的税率可能也就是五千来块钱吧 所以这个卖的确实不错 学区不是很好 区域也就是也很一般 可是性价比非常高 用出租投资的话非常好 这个房子还没有完全结束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客位 镜子还没装好 到时候就会装好的 然后呢这个 这个门打开就是一个双车库 然后往前面走 我们看到现在这边这个空地是一个早餐厅 然后这是它的一个厨房 建商的价格是很坚挺的 一分钱都不谈 就连零头都不会抹去 就因为卖的比较好 价位也比较低 所以几乎就是就是什么都不谈的一个状态 这样就是它的一个一楼的感觉 这是它一楼的卧室 也是主卧 卧室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 比较规矩 然后往这边走 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这是淋浴间 到时候会有这个玻璃门的 其实现在还没有完全弄好 这个房子还有两个星期过户 这是浴室 然后这边就是衣帽间 马桶间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再出来就是这个房子的主卧 好 我们现在去二楼看一下这个房子 可以听到了墨西哥工人们愉快的音乐 因为现在呢建筑造价成本真的是非常高 所以像二十一二万的新房社区非常少 这个也是有数不多的几个 一上来之后呢就看得到这边是一个放映厅 不然这边是一个活动室 然后呢再往这边走 这就是洗衣房 它洗衣房放在二楼了 每个房间都阳光明媚的 这是其中一个卧室 然后这边是一个洗手间 洗手间带着窗户 并且用的瓷砖还都是这种仿 仿这个石木的一个瓷砖 所以这个建筑材料其实还是可以的 虽然不能说它非常好 毕竟这个房子价位摆在这了 可是就整体的感觉还是很超值的 这是其中第三个卧室 房价比较低 所以户型选择并不是特别多 所以就那么几个户型可选 这是一个车舱室 这个门打开 也是一个车舱室 然后再往这边走就有一个卧室 每一个房间都很亮 它基础的挑高9个费 所以整体的感觉还是不错的 就是这样一个小房子 然后这个房子的院子比较小 但是每一套的院子的面积都不太一样 所以现在我给您拍的这套的院子 也不能代表如果到时候你买的话 院子是什么样子的 我现在带大家看一下这一套的院子 院子挺小的 它就有那么几个地方 几块地方的院子大 看一下 就这么点一个小院子 一眼看完了 好 这就是这个房子院子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一个非常适合投资的一套房子 当然自住的话也是感觉很不错的 交通比较好 学区不是很好 如果您对这种房子感兴趣 欢迎加我微信 关注微博联系我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拜拜 我们现在看的这套房子呢 它离休斯顿的医学中心非常近 只有7.8个mile 有20来分钟就到了 然后它离休斯顿的博物馆区 动物园 来四大学 这些地方基本上就是20几分钟的样子 所以都非常的方便 这个房子离上城区 也就是休斯顿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也就是十几分钟 然后这个房子离中国城的距离也非常近 也就是20来分钟就到中国城了 所以整体来说 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好的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